在当今社会,大龄单身女人越来越多,有的人是因为自己过于优秀,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,又不肯委屈自己而选择单身。 而有些女人绞尽脑汁,刻意安排各种际遇,却一直嫁不出去,成为不折不扣的大龄圣女。 其实,一个女人之所以成为大龄圣女,大部分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,比如说一下说到的第四种女人,她们就算要追也没人要,而不像第一种那样,太优秀没人敢追。 一,各方面表现非常优秀的女人,这种女人,可以说是众多男人眼中的女神,她们各方面的条件非常优越,人不仅长得漂亮,通情搭理,工作能力又很强,完全可以独单一面,甚至还有一定的人格魅力。 可是她们身边却很少有追求者,究其原因还是她们太过于光芒万丈,让身边的男性黯然失色,以至于没有勇气和底气去追求她们。 这种如此优秀的女人,她们自然不肯降低身,或者降低要求去找一个坚决的男人凑合着过日子,这会让她们难以接受,所以她们宁愿但是也不肯委屈自己。 不过就算她们年纪的大,身上同样散发着无限的魅力,只要她们想把自己嫁出去,就不是男士,二片男人性格,没有女人为的女人。 不过就算是女人,她们不肯定的女人,她们不肯定的女人,她们不肯定的女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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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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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